据说美国南北战争时期 一颗子弹击穿士兵的命根子 然后带着小蝌蚪击中女人的肚子 并成功让女人怀孕 而且还刊登在了美国医学周刊上 看似荒诞的说法难道真的不可能发生吗 为了研究子弹会不会让人怀孕 凯莉决定和刘延祖亲自进行验证 首先他们通过历史专家了解到 当时的士兵通常要采用单膝跪地的姿势战斗 所以被子弹穿透小腿 在击中命根子是有可能发生的 而流言中的助运神器 正是这种毛色步枪 那么以当时枪支的威力 又能否带着小蝌蚪继续击中150码外的女人呢 为此史加利制作了一个固定枪支的支架 以便实验的时候能精准射击 但由于没有志愿者贡献自己的命根子 凯莉只能用牛骨和组织替代胶 做成了一个仿真小腿 并安装在假人老兄身上来模拟倒霉的士兵 接下来他们将假人请到了试验场 将支架安装并瞄准好后 他们对枪支进行了测试 但由于当时的制造工艺相对落后 无论他们如何调整 始终都无法精准命中目标 最后在专家的调教下才顺利击中 随后亚当将假人挂在了支架上 如果子弹穿透小腿后继续飞行 通过计算子弹飞出的速度 就能确定子弹是否有足够的动能击中女孩 在专家的操作下 子弹精准穿透假人的小腿 并依然保持1000英尺的秒速继续飞行 显然这样的速度 是可以再次击中150码外的女人 那她又能否带着小蝌蚪让女孩怀孕了 但关键时候凯莉表示自己不完了 西米只能用组织替代胶制 做了一个女孩的屁股模型 并且为她穿上当年女孩们长穿的短裙 亚当则在布料上释放了 积攒多年的小蝌蚪 为了方便观察 还将它们染成了蓝色 然后悬挂在子弹经过的线路上 而实验时专家需要让子弹穿透布袋后 击中凝胶 如果在凝胶里发现了活着的小蝌蚪 则说明子弹受孕的流言可以实现 随着一声枪响 子弹精准命中两个目标 那么它能否带着小蝌蚪留在凝胶体内呢 但通过对弹孔处组织的显微观察 它们并没有发现任何带有尾巴的东西 为了增加实验的成功率 吉米将布袋与凝胶的距离缩短至50英尺 再次进行测试 但最终也没能发现任何小蝌蚪 很显然这么荒谬的流言一定是假的 那么又为什么会广为流传呢 当地人给出了完美的解释 最终还是子弹承担了一切 本次实验非常危险 请大家不要模仿 据说有个倒霉鬼朝天上开枪 结果子弹落在自己头上当场开袭 难道掉落的子弹还有这么大的杀伤力吗 为了验证子弹落地时是否仍能杀人 流言组首先需要测试不同子弹垂直落地时的速度 一般的子弹垂直发射高度都超过了数千英尺 因此只要测试子弹的终端速度 而终端速度就是子弹在下落过程中 重力与空气阻力达到平衡时的最大速度 为此亚当打造了一个简易风动装置 并在上面安装了风速剂 只要将子弹放进管道 下面喷出的高速气流将给子弹一个向上的力 当子弹达到飘浮状态时 风速剂得的速度就等于子弹的终端速度 首先测试的是手枪子弹 当子弹保持平衡时风速剂显示时速为100英里 接下来测试的是步枪子弹 但由于两种子弹的重量几乎相同 所以它的终端速也在100英里左右 换算下来就是每秒150英尺 这样的速度看起来相当快 那它又是否真的能杀人呢 下面亚当用铝管和高压气泵制作了发射装置 并在前面安装了测速剂 他们将用这个装置以每秒150英尺的速度 分别发射两种子弹 以此来验证子弹在终端速度下的杀伤力 经过调试 两种子弹能分别以146和151英尺每秒的速度射出 已经非常接近子弹的终端速度 随后亚当同二师兄借来新鲜脑袋 并向他垂直发射了手枪子弹 尽管已经超过了终端速度 但并没有对猪头造成任何伤害 紧接着他们用步枪子弹进行了测试 这次子弹成功扎进了皮肤 而尸检结果却显示伤害并不大 根据医学资料显示 从而维持弹道飞行 那斜着发射的子弹下落时 又能否对人造成致命伤害呢 下面留言组来到一处沙漠中心 因为这里方圆两英里都是广阔的湖床 为了保证实验的安全性 他们在周围用防弹玻璃搭建起安全屋 吉米将发射架调整至向上90度 而在实验前 他们需要对着地面射击 以此来对比不同子弹射入湖床的深度 通过一轮测试 吉米得到BB枪子弹的深度为3英寸 它是能对人造成伤害的最小威力 而手枪和步枪的深度分别为6英寸和1英尺 在得到杀伤力标准后 吉米用手枪对着天空连续发射了8发子弹 经过39秒后听到子弹落地的声音 亚当在距离射击点330英尺的地方发现了弹坑 并且测得深度为2英寸 这种威力估计连皮肤都擦不破 接下来他们又对步枪进行了测试 由于射击距离太高 吉米对射击角度进行调整 以此来平衡风速对子弹的影响 为了更容易找到弹坑 这次他们连续发射了40枚子弹 但还是没能在周围找到任何弹坑 于是他们改变了实验方式 用遥控气球从400英尺的高度丢下子弹 因为这个高度落下的子弹足以达到终端速 这次步枪子弹又能射入胡床多深啊 随着一连串的落地声 两人很快找到弹坑并测得了深度 而结果却都是两英尺 所以不管是手枪还是步枪 垂直射击落下的子弹并不会造成致命伤害 但真实情况很难保持垂直发射 一旦角度有所偏差 子弹就会沿着弹道飞行 如果被击中就有可能会请全村人吃饭 据说在二战时 一位俄罗斯士兵用MP3挡住了德军AK47的子弹 先抛开故事背景不说 吉米和亚当想验证这种做法是否行得通 于是两人用组织替代胶做了个假人并带到了靶场 亚当还特意来到华强北买了个全新的二手MP3 但拿到手后他有点不相信 为了还原真实现场 他们采用同款枪支进行实验 一切准备就绪后实验正式开始 MP3被成功干成了两半 但子弹只是击中了边缘 为了实验的严谨性 亚当决定再来一发 这一次子弹顺利击中了MP3 并贯穿了假人 实验证明 如果有人用VK47向你射击 千万别用MP3来挡子弹 因为你不仅会失去生命 还会损坏一台MP3 听说有个警察用警徽挡住了手枪子弹 为了验证这个流言的真实性 两人定做了三种不同材质的警徽 再次来到靶场 为还原现场 他们使用相同的手枪进行测试 首先上场的是纯银材质的警徽 3 2 1 这一枪精准的命中靶心 但警徽被打掉一个尖角并贯穿假人 接下来是黄铜抬制的 再次开枪 这次虽然击穿了警徽 但假人的情况比之前好多了 子弹卡在假人中间并没有造成贯穿伤 最后实验的是镍制警徽 这种材质是三个里面硬度最高的 他又能否成功挡住子弹呢 让人意外的是 警徽虽然严重变形 但确实成功挡住了子弹 据说有个外卖员遭到散弹枪的攻击 他用手上的披萨成功挡住了子弹 这种情况真的可能发生吗 为了验证流言的真实性 亚当购买了标准的外卖保温箱 和三个普通披萨 再次将它们摆放在假人胸前 首先吉里选择了打鸟专用的小号子弹 在距离十英尺的地方扣动了扳机 结果只有一小半的钢珠穿过了保温箱 这虽然会让人痛不欲生 但并不致命 那如果使用标准散弹呢 它的威力相比打鸟散弹要大的多 这一次钢珠几乎全都贯穿了保温箱 最后两人使出了终极手段 他们要验证到底多少盒披萨 才能抵挡住标准散弹枪 接下来就是见证时刻的奇景 他们将十五个披萨装进五个保温箱 并以此叠放在假人胸前 再次开枪 十五个披萨究竟能不能抵挡住呢 前四个保温箱均被子弹穿透 拆开第五个保温箱 结果显示子弹在第十四个披萨前停住 所以披萨是真的能挡子弹 但谁又会抱着十五个披萨走呢 据说如果有人向你丢手榴弹时 用手枪射击手榴弹就能避免受伤 那么手榴弹到底会被引爆还是机会 或者原路返回炸死敌人呢 为了研究这个问题 亚当和吉米决定亲自进行验证 但在实验之前 他们需要进行打靶训练 以确保实验时能精准命中飞来的手榴弹 而首先练习的是线弹枪 虽然这是最基本的项目 但吉米总是慢了半拍 以至于在几轮射击中完全脱靶 但在教练的指导与反复练习后 吉米的枪法有了明显的提高 而亚当在训练之前踩到了狗屎 以至于每一枪都精准命中 但这次射击的目标都是陶瓷飞吧 为了能模拟真实的手榴弹 吉米用高压气泵打造了一个发射装置 他能将手榴弹大小的油漆弹发射至所需的高度 并且他们会从正面进行射击 可这对两人来说更容易击中 似乎射中手榴弹并没有想象中困难 因为线弹枪的射击面很宽 于是他们升级了训练难度 并且由吉米向亚当投掷亚弹 而亚当则用装有油漆弹的手枪进行射击 然而这次却难倒了亚当 连续几发子弹都成功拖把 显然单发的手枪不如线弹枪好用 直到他射出了几梭子子弹后 才顺利击中了亚当 可当手枪子弹击中真的手榴弹后 又会发生什么呢 接下来他们决定冒死用真家伙进行实验 亚当用加厚的防弹钢板 在试验场搭建了一个防暴屋 以确保自己在实验中不会被炸死 吉米则打造了一个排暴机器人 当手榴弹出现问题时能及时处理险情 经过大概5秒的延时后点燃底部的雷管 进而引爆手榴弹的高爆炸药 下面他们将用不同枪支在延时期间射击手榴弹 看子弹在击中手榴弹后会发生什么情况 首先测试的是线弹枪 在远程点燃延时影信后 亚当立即扣动了扳机 然而手榴弹并没有发生爆炸 而通过高速相机他们发现 手榴弹在被子弹击中的瞬间就已经粉身碎骨 这说明手榴弹确实能被子弹击毁 紧接着他们又用手枪进行了测试 虽然雷管被成功点燃 但却没能引爆周围的高爆炸药 因为子弹精准地消掉了隐性和雷管 这就意味着手榴弹并不会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最后他们拿来了一把狙击步枪 这才是本次实验真正的火力 它又能对手榴弹造成什么影响了 这次手榴弹在被击穿的瞬间发生了爆炸 因为里面的雷管对压力十分敏感 而狙击枪的超高速子弹 能对手榴弹造成巨大冲击力 足以让雷管提前被引爆 但手榴弹的有效杀伤半径达到14米 所以如果你在这个范围内击中手榴弹 同样会当场开袭 而想要用狙击枪在这个距离外击中手榴弹 估计比重500万还要难 本次实验非常危险 大家千万不要在家尝试